好,秀林湘公所29号上午在花年县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来办理 112年太鲁阁足语歌谣季合唱比赛,热情的开赛了 那么由来自不同年龄层以及部落选手们唱出属于自己的足语的歌谣 更唱出自己部落的文化故事 秀林湘公所29号在花年县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办理112年度 太鲁阁足歌谣及歌唱比赛,热情开赛 文规表是源自于上海的太鲁阁足指名 传承天然的美妙原因,文化课并且在95年5月1号成立之后 支持每年均办理社区的足语歌谣比赛 并在2010年扩大规模办理第一届太鲁阁足歌谣及歌唱比赛 实际第12届了 除了提供各年龄层族人们认识太鲁阁足传统歌谣以及文化 展现自我彼此交流的优质平台 文化它不能断 而且很多的工作是要延续它 你只要有延续文化就不会消失 所以常常会督促我自己 每一年,尤其传承歌谣 一定要每一年要去办 透过竞赛的一个模式 让小朋友在学校或是在家庭的时候 都能够跟老人或是老师来学习 那老师在透过训练 让孩子能够有勇气站上文台 秀林厢美代表会主席陆英宁也肯定公署的用心 每次参加 只要跟泰鲁阁足有相关的活动 我都很感动 我刚刚从上面走下来看到现场小朋友穿着服装 跟今天的歌谣 这就是我们秀林厢公所一直在推的文化 刚开始认识玫瑰的时候 他是文化课长 不管在泰鲁阁足语文化服装 他都非常的用心 他当上了乡长之后更大推 不管是词典 他都非常的用心 县府研民处处长 独呼赛云也参与开门活动 同时也肯定公所推动足语文化的努力 泰鲁阁足的表现 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激赏 不管在公共事务上面 在民族文化上面 在教育上面 在公益上面 还有今天的音乐方面 各方面 在历任乡长的领导之下 尤其在我们平归乡长 这么多年 这五年多来的领导之下 进步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多 这让我们其他的族群非常的羡慕 也是让很多的族群要来学习的对象 文贵表示 族羽是族群文化的生命更慢 推动族羽教学 更为颂扬泰鲁阁足后世的精神文化 并且鼓励族群们热爱文化 为歌谣投入新生命 每年透过竞赛行事彼此交流 进而永续发展与传扬泰鲁阁足传统歌谣的精髓 也期盼竞赛的好手们 能够在今年度的泰鲁阁重要音乐赛事当中 拿下最好的成绩 记者 姜云 接下来就到